在張家街看到一個很特別的景象 這個臘肉店居然有賣整個 豬頭 臘豬頭 我們來看看怎麼把它吃解掉 整個豬頭 臘豬頭 就整個在臘 哇 好辛苦喔 這個一招看起來蠻可愛的 回去炒辣椒大蒜嗎 先要煮 先要煮 炒豬頭肉嘛 這個豬頭不就吃很多片 但是很好吃的 吃一點就是 吃一點就 撈一點 我要把它切到四塊 我家的鍋沒有這麼大 這煮要煮很久嗎 要煮很久 我們還要那個壓力鍋 那筷子插進去 那個筷子可以插進去 那個筷子可以插進去 這是拿起這支 具有三百年歷史的高級材刀 下去解體 這個豬頭 他是江西人 所以我婆婆他們想說 我以前嫁過去的時候 他們都會炒豬頭 炒辣椒 所以我很會炒辣椒 所以我很會炒辣椒 媽你們 我過來 找到這個來 台灣你喜歡 可以啊 弟弟不要打我 我的二師兄就是不跟你解體 你就解不了 我扒 我扒 我用力扒 我扒不開 只好就拿 這支三百年的歷史的大材刀 喔喔 開了 可是我們中國很安全 蛤? 可是我們中國很安全的 是 是 確實在這檔 治安也很好啊 是啊 對 現在都沒有小偷了 現在都沒有小偷了 現在小偷都下崗了 下崗了 下崗了 在那邊微信吧 小偷搞下崗 對 確實實話 對 手機他脫了沒有 對 我的一畫師 我上次在坐那個出租車 出租車 老闆看 司機也是說 師傅也是說 他說 不要弄我啦 業不庇護了 弟弟 你不要弄我啦 我在拍片啦 這時候 這位大姐 正在幫二師兄 改變他的面密 幫他回來 炸啦炸 他想要跟他玩 可是用這種方式啊 天爺 有 什麼都有 eh 蠟魚 哇 怎麼怎麼樣 賣藥材 哪裡在賣藥台 在賣藥台 中藥產 中藥 中藥殘 中藥 然後才用用店去買 經過大姐的喬水 久久83秒後 就把這個一半的部分 給解開了 另外一半呢大姐 還是要施展她鵝眉的功夫 要準備用叭的方式 叭叭開叭叭叭叭叭 叭叭不開 還是用刀子吧 又叫緊卡叔叔 趕緊抓走 好不好 就是這樣 結果 結果又拿你包包子 很可愛 你的臉那麼冰啊 你要戴個帽子 你嚇到啦 是不是咧 你嚇到啦 是不是咧 你嚇到你 你嚇到什麼斑呢 像這個骨頭 用起來骨頭不就熬湯 你蘿蔔吃 燉蘿蔔吃 燉蘿蔔吃啊 乾蘿蔔 乾蘿蔔啊 燉那個骨頭就對了 大斑了 大斑這麼小一個 好大斑 你想出到端哦 韓骨頭 韓骨頭 三歲 三歲 三歲哦 調皮的狠 你叫你媽媽再上一個弟弟跟你玩啊 太無聊了 那一個人 那一個人 我上了奶奶 啊 蛤 他是哦 那麼年輕的奶奶 是哦 怎麼樣 我二師兄就是不讓你扒開耶 欸 哎 好 媽媽呢 好 媽媽呢 媽媽呢 來 上咩呀 阿咯 啊 阿咯 媽媽? 爸爸上學了 你才上學了啊 好啊 哈哈 哈哈哈哈 沒辦法 大姐最後要使出 絲奶弓 弓 弓 開了吧 好的 好的以上就是DJ阿州在張家界的菜市場看到的一個特殊的景色 這個是我人生第一次看到整個蠟豬頭的結局 希望你會喜歡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影片 開啟小鈴鐺才能接收到所有的訊息 我們後會有期